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丹尼耶拉维加 Daniela Vega 为智力第一位变性演员 她在电影《不思议女人》中本色出演一名变性人 精湛演出被知名电影网站IndiaWire 评选为21世纪迹今最佳女演员之一 月笙与纳塔利波曼 施加雷乔韩森等实力派一线女星齐名 智力第一位变性演员 丹尼耶拉维加 Daniela Vega 本色出演不思议女人 判观众能正视多元性别一题 翻射自Indb 身为智力第一位变性演员 丹尼耶拉维加设访时坦言 与其说当第一人很困难 不如说是 很奇怪 她表示自己从未想要当演员 从小的梦想便是成为女生 17岁高中毕业后 她进行了变性手术 却因为另类身份找不到工作 低潮的她整整一年都在家躺床 相当消极 直到后来父母鼓励她去上美容课 偶然接触戏剧 才辗转获得演艺圈入门圈 丹尼耶拉维加从小因跨性别身份问题 饱受精神霸凌 翻射自Indb 丹尼耶拉维加在电影《不思议女人》中本色出演一名跨性别者 被迫裸露 被言于与肢体上的施暴 连自己的爱人意外逝世都无法以伴侣身份 参加葬礼 维吉哀悼 她坦言 目前智力尚未有变性相关法条 也没有任何保障政策 因此对电影 角色感同身受 自己同样因为性别问题饱受霸凌 尤其是求职方面 相关影音影片取自YouTube 如早已除境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